YoYoStory T Hunking Whoopsie Hello大家好我是Yoshiko 我現在會在我拍影片是因為那一天我POST了一個ID story 給他們問問題 有一位叫Mailin的朋友有寫說 你可以在你的影片素顏24小時嗎 選我選我 所以我覺得今天是那個位置了 今天我會出去然後24小時不要化妝 等一下我去準備 然後等一下我們去改改 OK 希望沒有化妝的時候沒有人認得出去的時候 所以今天我們就沒有化妝出去囉 不用擔心我不會開完整個影片了 開完整個影片就沒有東西看了 OK 你們準備好了嗎 你們準備好看我沒有化妝了嗎 一整天了 OK現在我們沒有化妝 可是我們要先來護膚 只是我平時用的護膚品 Essence還有那個Morning Mask我覺得一定要用 因為我每天常常都會用 有沒有化妝我都會用 所以講沒有化妝啊 那邊腳不可以護膚啊 因為我至少也要擦個防曬出去 因為這次要天晴 這樣曬 那你可以 好 所以我們2Essence了 平時其實我會畫最多的就是眼妝 眼妝跟concler 因為眼袋很深 所以我平時都會畫 這邊跟這邊 我平時是沒有擦foundation的 所以今天不擦foundation 我覺得OK啦 其實眼袋很重啦 只是我希望沒有人認得我啦 因為你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手機 所以我直接鏡子拍 然後看到我的臉 OMG 你也有今天沒有化妝出去 這樣不要認得我 最後就是最重要的防曬 這個其實是Laneige的 All Day Anti-Polition 它是BF 就是你出去的時候 空氣很骯髒 所以 空氣很骯髒 我給你 塗人 OK 我還在介紹產品 那我給你帶出來了 然後今天我們連素顏髒都不可以塗 對 連素顏髒都不可以塗 因為素顏髒有個顏色 所以只是除防曬而已 OK 我們可以出去了 哇不用化妝 我覺得今天出去很快就好 你覺得我今天有什麼不一樣 好可愛的喔 這種膚淺的男生 膚淺的男生 講的話都是一樣的 認真看我的臉 好多油 這個不是油 這是防曬 這個是防曬 這個是防曬 我以為有沒有幾個品質 是有文字的 是有文字的 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 我竟然有什麼不一樣 喔 有認真看我嗎 你有認真看我嗎 有啊 快點看 沒有化妝這麼妝 對啊 我竟然沒有化妝 這個人剛剛在車一直問我 今天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現在剛剛出門到現在 我都沒有看到 原來這個人沒有化妝 素顏出門 所以 挑戰嗎 我可以講這些東西嗎 剛剛要熟喔 整個說不定 再去我的Ramen裡面 OK 今天我們都出去差不多一整天了 然後現在 19點06分 差不多很多人要來吃晚餐了 所以我現在要來問路人 問他們 我今天的妝怎樣 然後通常人家都不敢講 通常人家都會講說 OK啦 這樣子 因為很尷尬 看到有沒有誠實的人 有點緊張 現在要來問人 為什麼要問人家 就覺得很緊張 Let's go OK 我們現在看到目標了 那我們去問人家一下 請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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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問題嗎 你今天覺得我的化妝 很酷 我覺得它看起來 很自然 很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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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自然 很誇張 很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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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問你 你覺得我今天妝怎樣 今天妝啊 沒有化妝喔 不錯啊 沒有化妝啊 可以看人啊 平時更加可以看人啊 妳要其實比較愛美嗎 比較表現一點 可能比較多自信啊 對 化妝化妝 化妝一定會比較 more confidence 對 對 對 女人們想要看得到 比較表現 可能會更加化妝 如果想要看得到很自然 就只要看得到 不每天 可能會有特別的 特別的 可能會有特別的 如果我有肯定 我會做 所以你覺得是OK嗎 對 因為我沒有看到 化妝 你會放任何化妝嗎 沒有 如果你們想要外出 化妝 你應該要做 你覺得女人每天化妝 很麻煩 你會覺得怎樣 其實不用化妝 然後早上你要等 你女朋友 化了500年 我跟她講 我都不用化妝 已經很美了 自然美 不要化妝 妝對臉不好 化妝多這麼 你看那些pimpel 出來了咯 哪裡 這裡 這給蚊子搖 這給蚊子搖啊 沒有辦法 蚊子喜歡定你啊 OK啦 Let's go Thank you 拜拜 我們剛才都問了那麼多個人 然後大部分的人都很誠實 就直接跟我講說你都沒有化妝 所以這個證明了馬來西亞的人非常誠實 所以我有發了一張照片 然後我有hashtag說 今天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結果 除了我姊姊之外 沒有人發現到 然後也是因為呢 你看我zoom in我的照片的時候 你看有沒有發現到 我相機拍出來好像有化妝一樣 然後一個小技巧 如果沒有化妝的時候呢 要拍照的時候 不可以這樣 你有帶一點米的時候 然後看起來好像有眼影一樣 應該做B了什麼 然後 我們問了那麼多個人 每個人講我沒有化妝 然後現在我們要問 最後一位 非常重要的人 這個最後一位 最重要的人 非常討厭人家化妝 也非常不認同 人家擦東西在臉上的 反正我今天還是素顏 所以我就今天去問他看 最後一位 非常重要喔 來 我們去問他 你覺得我今天的妝怎樣 OK 很美 你有看我嗎 看著你咯 我記得妝美嗎 美 真的 真的 幾美 沒有拍名的 有幾美 美啦 美美 一定是因為看到鏡頭喔 我跟你講 平時沒有鏡頭的時候 不是這樣 平時沒有鏡頭的時候 是 不要塗東西在臉 不要你的臉不好 不要塗有果酸 你覺得我每天化妝OK嗎 OK OK OK啊 每天化妝出去都OK啊 嗯 不化妝你鮮美 突然間什麼都OK了喔 OK啦 OK啦 美 很美 OK OK 平時不是這樣 平時是 你不可以塗東西在臉上 然後我們問了幾個女生 幾個男生 每個人不同意見 有人講我有化妝 有的人講我沒有化妝 就是很多人覺得 每天化妝OK啊 只要化妝給到你自信的話 其實是OK啦 所以我都認同 我覺得我很大膽 我敢去問路 所以你們留言給我知道說 你們的想法 你們覺得每天化妝是OK 還是每天化妝 其實是不需要的東西 有很多男朋友 我知道有很多男朋友 會覺得等女朋友化妝 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你們留言給我知道啦 所以你們留言給我知道啦 OK Bye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Bye 下次的化妝見 可以給我行李準備嗎 不可以我行李準備了 不可以我行李準備了